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请听大纪元记者宋唐一如采访报道。 百业凋零,中国有一个行业在扩张。 中共高层一系列政治决策失误让中国经济下行, 以房地产与互联网带动的消费型经济失去了动能, 但军工行业则在当局支持下扩大规模。 有知情人向大纪元表示,在各行各业都不景气的情况下, 军工行业项目比较好做,都比较舍得花钱, 甚至还生产西方的武器装备。 大陆工厂制造西方武器,专家两头通吃。 在大陆与中共军工行业曾有业务往来的林辉告诉大纪元, 他去了与军工有关的三个地方,都位于中部地区, 一个是生产武器的,一个生产潜艇航母所用电池, 还有一个生产空空导弹之类的武器。 根据林辉的介绍,生产武器的单位可能是家民企, 这家企业只加工金属部件,有一个展示产品的大厅, 大开有三四百平米,大厅整齐的摆满许多展示柜, 里面摆放着各类铝制品枪支部件, 很多都是不太好加工的,让人过来参观, 可能想多做一些订单。 都是一次铝制品注压成型的, 下一步要进入什么样的工序? 我不太了解,只能说这个厂就生产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就是它的出厂成品。 林辉说,该单位还有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兵器装备研究所 发放的优秀协作单位的奖状与牌匾。 公开资料显示, 208所隶属于中共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是唯一轻武器研究和设计单位, 为中共军警研发轻武器装备。 他说,出于对这些武器注件的好奇, 林辉悄悄拍下一些图片, 这个厂还好拍一些, 那个生产空空导弹的单位, 人家就管得非常的严格, 绝对不能拿手机出来拍照, 全城都是有人陪同。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所所长苏子云, 根据这位大陆人士提供的照片, 做出了分析。 苏子云分析说, 第一个是炮弹的弹壳, 由于照片反映不出实物的真实尺寸, 看起来可能是122或152, 可能是中共跟俄系规格, 还有可能是北约跟美国民主国家规格的155炮。 弹壳上面是一个平面, 表示要放引信进去, 引信就像那螺栓一样, 炮弹发射前会有炮手转移给引信进去。 导弹的弹头是封闭在导弹里面, 引信是用电子启动的。 第二个照片是榴弹发射器, 看不出来是美规或是俄规的, 它的支架部分可以用铝做, 中间那个转轮应该是刚制的, 能承受爆发力。 第三个是M16步枪或M4步枪的标准机甲, 机甲可以用铝做, M16步枪机甲就是铝合金制造的来减轻重量, 弹管跟枪机是刚制的, 因为要承受火药的爆发力。 对于为什么展品中会有西方规格的M16步枪, 苏子云分析说, 只能就现有证据说, 这个图片证据表明, 很可能是西方武器的样品, 不是中共军方的装备, 不会攻击俄国或中共军方, 除非是特殊用途。 因为要攻击俄罗斯的话, 不会用这个规格, 西方的子弹是5.56, 俄国的是5.4, 子弹都装不进去, 它不会下这种单子的。 如果说中共军方要打台湾, 也不会生产西方武器规格, 因为跟中共军方后勤搭不上, 子弹装不上。 或许有一支特别部队, 譬如会有一个旅会装备台湾武器, 然后打台湾的时候, 这个旅就可能是为假冒国军货什么的, 会拿西方的武器, 又可以就地检视台湾的弹药武器, 可以立刻用了, 但是这不常规。 对于这些武器, 是否有加入俄乌战场? 苏子云认为, 目前没看到订单不清楚, 可这表示, 这家企业也许就是想分杯羹, 展现其有金属加工能力, 不管是西方规格或中共, 俄国规格的, 他们有能力生产。 北约的装备可以向他们下单, 因为之前北约部队还有乌克兰, 的确向中国订购了大量的防弹衣。 摆出部分西方规格的步枪武器, 很可能就是想抢乌克兰战场的供应链。 如果土耳其代理下单, 那中共的这个所谓民间公司, 等于是说是对土耳其出口, 土耳其走北约规格, 交给乌克兰的话就通用了。 用这个角度来看, 中共它想两头赚, 国企央企就是赚俄罗斯的, 民企就去赚那个乌克兰的, 这种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他说, 中共的一切都不透明, 我们只能合理地推估。 中共官媒屡屡指责, 美国是战争贩子, 大发战争财, 但2020年1月27日,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最新研究表明, 共产,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武器生产国, 仅次于美国, 领先于俄罗斯。 媒体已经报道, 中共供应商在俄乌战场上两边通吃的情况已经发生过。 美国政客去年独家调查指出, 从防弹衣到无人机, 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中国装备正出现在俄罗斯市场上。 此外, 还有可用于指挥炮击或投掷手榴弹的无人机, 以及在夜间瞄准敌人的热光学瞄准镜。 陆媒今年2月份引述俄新社报道, 中国运往波兰的集装箱经过俄罗斯时被俄方扣押, 发现一共有8个集装箱有一批乌克兰军队的制服。 之前, 俄罗斯还对外展示过在乌克兰缴获的中国产民用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已经从原来的民用改成了军用。 不过, 美国2022年中共军力报告中说, 中共一些出口武器的质量缺陷仍然存在, 可靠性较低, 抑制了北京扩大武器出口市场的能力。 许多发展中国家购买中国的武器系统, 只是因为它们比其他同类武器价格要低。 中共军工行业正在扩大规模。 林辉对大纪元表示, 他们并不是直接参与这些军工项目, 但知道这类企业效益非常好, 做的都是军工单子, 别的行业订单都很少了, 但是他们的生意都特别好, 员工待遇也高。 一个企业有没有钱, 你一进去就能看出来, 窗名激进, 各方面都很规整, 也舍得花钱, 还有员工各种状态等, 效益好, 效益不好, 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说, 林辉表示, 时下各行各业都不景气的情况下, 为什么军工行业的项目这么好做, 舍得花钱, 他们不断地建设新厂房, 比如说生产武器的那家, 去的时候厂区里面就有新厂房正在建设, 生产空空导弹的那家, 要建一个很好的智能化的办公楼, 要花几个亿。 林辉表示比较震惊, 我们接触的一些民企企业, 传统行业, 他们的项目资金都压缩得很低很低, 但是在军工行业里, 给的价格就很高, 利润也就很高, 大家都喜欢去和他们结账, 这能体现出来他的资金充足, 如果资金不充足, 到后期结账都很难结。 他说, 疫情之后, 很多企业没订单了, 他们去过汽车行业, 以前都是24个小时不停在流水线上生产汽车, 但是到疫情之后再去, 本来两条线生产就变成一条线生产, 而这一条线也不是24小时生产, 产能就下降了, 这和之前明显不一样。 中共大力发展军工有迹可循, 在中共2020年10月份14.5规划 与2035远景目标文件中, 说外部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 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等。 美国2023年中共军力报告指出, 中共长期目标是建立一个完全自立更生的国防工业部门, 并与民用工业和技术部门相融合, 以满足军方对现代军事能力的需求。 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14.5、17是中共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窗口期, 军工企业也将迎来高速发展契机, 各领域订单饱满, 部分型号可能有数倍增长。 2020年被称为中共军工产业的拐点之年, 一是中共国防政策由强军目标稳步推进转变为全面备战, 二是大量武器装备由科研转入定型批产。 苏子云表示, 中共的国防预算每年都固定增加7%左右, 一直在强化军事装备的隔代换新, 在这样的背景, 军工企业当然会持续成长。 另外, 习近平在2017到2027之间追求军改, 大幅增加海军装备, 不只是舰支, 也包括电子设备, 舰载机海空一体部分。 第三就是, 陆军也在更换新式的火炮跟飞弹等。 美国中共军力报告指出, 中共调动了大量资源来支持其国防现代化, 包括通过其军事和民防发展战略, 以及间谍活动来获取敏感、双重用途和军事级别的设备。 北京认为, 军事和民事机构的结合, 是发展人工智能军事能力的核心, 并建立了军民研发中心, 采购了商业开发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 以发展中共军队的人工智能技术。 苏子云指出, 所谓军民两用, 一方面可以借由民间的广大需求来降低成本, 二方面民间技术强化之后 就可以满足军事的需求。 中共以往过于依赖民转军, 从西方世界导入民用科技, 结果资助了中共军方用途, 西方民主国家就开始抵制, 西方主要市场就要跟中共脱钩, 那就导致民间经济的下滑, 或走向苏联垮台模式。 过去几年来, 当局对消费端的民营企业进行打压, 政府各种不同的产业基金, 都是围绕着军工, 卡脖子行业科技的方向进行引导, 这种趋势显示出, 中共的经济政策目标, 似乎又回到邓小平改革开放前, 重军工轻民生的做法, 而军工企业大都是国有的, 生产效率低下, 科技创新低下, 条块分割严重, 腐败丛生。 很多观察人士已经注意到这一点, 经济学家许成刚对媒体表示, 中国真正的经济成长力量全靠民企, 当局最大的问题就是这几年打压民企, 那一定中国的经济成长就打下去了。 他们中共打民企其实是想要称国企, 指望中国的经济成长靠国企, 这是个不可能, 国企面对一个非常严重的制度, 带来的软预算约束基本问题, 苏联、东欧为什么垮了呢? 就是因为它改革的时候不允许国内发展民企, 只改革国企, 最后就把它们拖垮了。 去年香港大学金融学者陈志武曾对媒体表示, 红温时期由投资制造转向消费, 现在反过来了, 降低消费和跟个人有关的这种产业, 转移更多的资源和政策支持, 到国防和卡脖子的那些技术上面去。 实际上不只是今天才开始, 过去十年都慢慢地再往这个方向走, 只不过最近两年把这个结构性的调整都做得非常突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教培行业, 电子烟行业, 游戏机, 电子游戏, 还有美团等等围绕着最后一公里做的技术创新 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这些要终止, 这个是一个结构上的调整。 陈志武表示, 地缘政治的恶化, 台海, 南海的未来会不会有武力冲突的前景, 以及美中日益加剧的新冷战敌意加深, 两大阵营不断变得清晰化。 没有几个跨国公司愿意去承担这样的风险, 脱钩加速, 中国的出口行业面临根本挑战。 原来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零零年代, 大家只谈一起赚钱, 不用去管意识形态, 但已经完全改变了。 不仅仅会看价格, 而且也会看你是谁, 你的信仰是什么, 你国家的体制是什么, 这些都会对未来的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会产生影响。 陈志武说, 原来的苏联的经济增长结构也是这样的, 跟国防和战争有关的那些苏联行业一直是受到重视的。 而那些跟老百姓生活有关的, 做面包和做服装, 轻工业的, 苏联那个时候是很被淡化的。 苏紫云表示, 中国经济不景气, 是中国共产党倒行逆施的结果, 西方从红色工业撤退, 民间企业因为全球贸易逐渐跟中国脱钩, 民间贸易就萎缩了。 在政治上, 习近平是迷信冷战思维, 也就是要传建炮利, 传建炮利就需要发展军工, 发展军工就可以带动部分的经济, 这是他的逻辑。 他说, 客观来讲, 军事装备的发展可以产生经济效益, 可是如果过度的话, 那等于说像苏联时代, 导致民间经济的崩溃, 只剩下这种军事的重工业, 那当然国家就瓦解了。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生晒生、白生、红生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生口服液以100%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人参灶带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生造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生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